人果直击 炮商女副店长 银甲十元卖少年 太扯了 炮商见明目张胆 卖烟给未满18岁少年 这名强悍幼苗的新北市新店区 7-11安民店许姓女副店长 数月来贩售烟品给附近高中学生 还被民众目睹 为离开柜台监视器 到仓库交货 不仅每包烟加收十元 还制定各项私人内规 强迫遵守 本月初 一名16岁学生要买烟 他要男店员先在柜台结账 帮忙买花瓶 用收十块的 固件是我们包 所以我刚刚买一样要收十块 那这样不用买了 那可以用收十块的 用衣服的 因为他带我 他是成年了 那这样还要收十块吗 他帮忙买为什么要收十块 还到时候你 还到时候你 这你们的不是我的 并示意要学生 把十元投入纸盒后才交烟 数日后学生又去买烟 许女先在柜台结账后 带学生到仓库并立身 我以后不收 可是进来穿拖鞋 骂账话以后我都会收 因为那是你们 就是公罪规定 所以一定要 可是这个烟我不会再给你们拿 我不想做人口哲 你懂我意思吗 好 这个还你 就快还你了 以后我不会再收 苹果记者前往调查 果然目睹许女违法离谱行径 记者询问是否有卖烟给未成年 他连说九次不可能 那移工就是没有卖烟给学生的画面 不可能 对啊 对 你如果有问题 你觉得你可以超过的吗 有 我们不可能卖烟 所以你没有卖烟给学生 有这个不可能 因为他想说你 而且我们很想 你这样你也不懂我这些很短 也就是很短 国民健康局表示 若属实恐违反烟害防治法 最高将除五万元罚欢 对此统一超商事务室表示 经查证属实将严重图分 众新闻台北报导